好,各位徐轩 那么我们这个节课 把我们上节课所下载的Python安装包 把它来安装一下 双击运行我们刚刚下载的这样的一个安装包 然后按照它的指引点击运行 好,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安装界面 那么我们这里选择第二个自定义安装 好,在选择之前 记得把下面的ADD Python 3.6 to pass 把Python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变量 加入到我们的系统里面来 好,然后再点击这样一个自定义安装 好,那么这里出现了四个选项 我建议就选取它的默认识 不需要把它的勾给去掉 如果你想去掉的话 你至少要保证第二个选项Pyp 这个是勾选的 这个Pyp的作用我们到后面再来讲 它是一个Python的这样一个包的管理工具 好,然后我们点击Next 好,那么在这个界面 我建议大家就保持它的这样的一个默认识就可以了 然后点这个地方可以选择我们的Python 安装包所要安装的目录位置 这里大家自己去选择 好,如果不选择这个目录 保持它的默认的安装位置也是可以的 我这里修改了一下它的价值安装目录 好,然后我们就再点击安装 好,这个时候Python就开始了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安装 好,我们稍等片刻 好,那么稍等片刻之后 这个就完全安装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需要大家关注一下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快捷方式 点击了之后是可以到Python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文档里面去 好,我们点击这样的一个Documenting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看一下 因为这个官方文档是学习英文语言最为全面和最为有效的一个方式 虽然说我们这门课程是给大家讲这个Python 但是大家以后在自我学习的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养成查阅官方文档的习惯 好,那么Python的文档做的还是非常优秀的 方方面面都能涉及到 大家有时间之后可以下去了之后看一下 好,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的这个Python的环境就完全安装完了 Python的安装我之前说了非常简单 就是以上的这些步骤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一步一步的开始我们的Python学习之语了 好,然后我们点击Close把它关闭 好,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